大家晚安 所谓的马英九发起的九月政争 今天立院开议 大家在问 什么叫做木无王法 木无王法 是不是我姜仪化的眼中 没有姓王的立法院院长 叫做木无防法 那这样 这样的一个政府立法院行政院 是怎么维持运作 这事情就大条了 我们这里切下去 给各位介绍今天的现场来面 第一位立委吴秉瑞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北大学的高雄 董事务王金兵 国民众董事主席 定业的欢迎人 霍安君高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司法记者 法治司法社长黄悠宏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翁水町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我们的中天王 主持人 郭北洋 请大家好 是 各位朋友 立法院今天开议了 那么绿营强力给你背个 如果江仪华你不到歉的话 你就不要上台报告 朝野位置展开了协商 到傍晚的时候 宣告协商破裂 那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发展是如何 现在散会 行政院长江仪华 无法上台施政报告的情况下 傍晚六点钟 立法院宣布散会 不难够协 不难够协 终结流互自国 民进党黑山军 坚持不给江仪华 上台做施政报告 霸占一场画面 从上午的国事论坛 结束后展开 黑山大军在江仪华起身 派席前喊口号 秀抗议海报 还放在江仪华的官员席上 坐在台下的部会首长 只能哭等 不少人干脆拿起书来看 今天会主委管周敏 还转过身和其他人聊天 打发时间 行政院秘书长陈文元 甚至等到直接孟州公 因为绿营抛出四个要求 一个道歉 没做到江仪华想上台 门都没有 今天已经丧失了 作为一个隔魁 应有的奋起 所以我们认为 江可下 江魁下 经济上 自甘堕落 担任马英九 特务治国的东场打手 所以 作为这个始作俑者 我们认为 应该要废除特征组 东场头头 黄世民 应该立刻下台谢罪 绿营要江仪华为之前准备好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这句话道歉 另外还有四个要求 包括江仪华必须为非法监听到立法院专案报告 定成立调阅委员会 还有废调特征组以及庭建核四并动涨十月电价 经过一整天的朝野协商 成立调阅委员会的部分决定送委员会处理 而废调特征组还要再协商 至于动涨十月电价 绿营不再坚持同意让步 但要求江仪华道歉这个诉求 国民党拒绝接受 朝野协商破局 不道歉立法院如果让他上台 那不是把自己立法院的原则跟立场 坐在丢在地上踩 行政院长江仪华没有道歉 绝对不可以让他上台报告 江院长道歉的事情 大家没有共识 那都各有坚持 第一次的这个宴会天 要来请院长来报告 事实上很多记录 都是没有达成 第二天 第二次会才开始的 虽然王金平对下周二院会 保持乐观态度 但绿营已经撂狠话 如果江仪华不道歉 未来每个礼拜二 礼拜五的立法院用会 规格情况都会上演 是我们现场立委吴敏锐 你今天在现场 本来大家是说 江仪华你跟吴金平 今天两个怎么互动 但得先过一关 江仪华得先上台报告 你们四个要求 一个道歉 最后完全协商破裂 你们的坚持 相对于江仪华的无言 怎么来看 上个礼拜五 协商今天怎么样子 开这个院会的时候 就今天开一日 是讲说 这个邀请江仪华到立法院来 至于让不让他上台 还要经过协商 就已经是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我们有一些坚持跟要求 我们认为民进党在这一次的九月政争 马英九斗王金平 江仪华参一咖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有几个必须要要求的 是为全国人民要求的 第一个必须要维护台湾的民主宪政制度 第二个要终结特务治国 第三个要拼经济救民生 那这个维护宪政秩序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个场景 马英九在总统府开记者会 出来批斗王金平的时候 江仪华坐在旁边 还有另外一边是吴敦义 那个场景大家记得吧 行政院长怎么可以在一个总统 要斗争立法的院长的状况之下 坐在那里 照理来讲 今天立法院是在监督行政院的 行政院长对于这样子的权斗 他应该要回避 他坐在那边 那个场景一看就不对 事后还出来讲那些 没有立法院 没有王金平的这个立法院 我们准备好了 什么容景可奇啊 这一类奇奇怪怪的话 那他今天就是 用一个方式说 没有我没有讲过那个话 是媒体给我误导 这样的方式想要辩解 那其实这里面 隐含一个最大的含义 这是问乱宪政秩序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是 主要是三权分立嘛 立法司法行政 其中立法权是在监督行政权的 绝对不容行政院长 对立法院的院长 在那边指指点点 在那边说三道四 这是问乱宪政秩序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大前提 一定是 他必须要道歉 那就是承认 将来他会遵守 这样的宪政秩序 否则今天他可以这样搞 以后他也可以继续这样搞的话 这个宪政秩序 没有办法维护啊 第二个 终结特务治国的部分 我们要求要废特征组 我们要求黄世民要下台 要成立调阅委员会 调阅这些当初违法监听 后来滥用这些资料的这些状况 是为了避免将来马英九总统 再继续利用这个特征组 利用黄世民检察总长 继续做打手 继续用特务监听治国 或者说到过来 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不应该有这种状况 最后一点 对于电价无理的上涨 对于核四应该要停建 我们提出这四个要件 这四个要件在今天的审理过程中 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感觉 我认为江仪化今天 并没有很想上台做施政报告 今天立法院一开议的场景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九点开始国事论坛 国事论坛总共发言十八个人里面 十七个是在野党的 只有国民党只有一个孔文籍 立法委员原住民 过去不是这样 过去因为国民党是多数党 如果你照比例十八个人 他们可能占十个十一个 在野党才六七个 过去的惯例都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都来抽 照比例 今天国民党的立委几乎都弃手 不来抽 少数几个人来抽 抽也抽不到 你的意思是说 江仪化跟国民党共同党 以为已经有默切 放好暖 今天就放好暖 今天媒体开始说 王金平主持议事 立法院空转 把浪费国人的什么工厂 反正要用这段谬论 可是大家回头想一下 想一下 如果今天真的这么在意意识的话 你就对你违背宪政秩序 上台跟大家道个歉 然后对大家提出很合理的要求 终结特务治国这两点 给予回应 其实我们对于 拼经济救民生这两点 我们已经容许延后再谈了 那你就可以上台了嘛 结果你不要 我们认为你并不想上台 在场的立委吴炳认为 将一化根本就没想要让今天的会开得成 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 那将一化进场的 现在很多地方的照片都看 这个影像都出来 他进场以后整个的表现 将一化看到王金平坐的那个所在 他整个态度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来看他的态度 其实今天画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小地方 大家注意看 将一化进来以后 因为他是最后进来的 照理说正常我们人 应该是这样 在这个议场里面 王院长他是院长 会议是由他主持 照理说我们进来应该是跟这个主持人 点个头打个招呼 将一化不是 他今天进来对王金平是视而不见 直接到座位 然后可是跟他旁边的副院长毛治国打招呼 他已经降到我看到是一个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对对对他是我看到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我很意外 国民党团今天竟然 对于民进党提出的四个条件里面 竟然对于要将一化道歉这件事情 竟然不让步 我本来说这件事应该是最容易达成共识 蓝绿的 为什么 国会尊元是不分蓝绿的 将一化讲的那些话 你不要在那边凹媒体扭曲 因为联合晚报的总编辑 蕭恒健昨天就在脸书讲了 说我们9月9号就见报了 你都不前面10天都不澄清 到立法院开议前一天才澄清 现在媒体都很聪明 因为被政治人物陷害太多次了 所以现在脸平面媒体猜都会录音录影 但是他对王金平的态度 是不是因为进行林洪池 曾永福 曾永泉 叫马英九 你们对于王院长 竟然承认他是院长 有没有可能被马英九警告过 我不晓得马英九有没有警告他 可是将一化我要告诉你 你自己身为政治学博士了 政治的ABC你应该懂了 王金平只要今天一天坐在那个位置 他就是立法院长 这个位置不是你国民党用家规 用私设行堂就可以把它弄掉 因为立法院长的位置 是宪法层次的位置 不是你可以弄得掉的 所以将一化 你如果要政府运转 你就必须承认 除非你有把握说 我这个政府少掉立法院 我可以正常运转 可是观众朋友 那有可能 官告特务可以治国吗 各位朋友 好 另外我提到 将一化你之前对媒体说 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 行政的已经准备好试了 但是今天又突然说 各位是媒体的断章 曲域扭曲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来看看以下这次报道 8点55分 行政院长江一化抵达立法院 十几支麦克风等着问他 待会见到王金平会不会尴尬 我们行政院是依照宪法的规定 来到立法院向立法院做市政报告 及被总咨询 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 国家的政务能够正常的推动 不要因为最近的一些政治纷扰 而有所影响 江一化强调 至于是依照宪法到立法院报告 脸上也始终挂着微笑 早他五分钟进来 议长的王金平已经坐上主席台 准备主持国事论台 现在进行国事论台 在一化的头台也不台 直接坐进官员席 眼神自然不可能跟王金平有什么交汇 他还不时低头翻阅着资料 两个人就像身处在不同世界的人 完全没有互动 不过在马总统指示的尊王策略下 行政院送来立法院的口同施政报告 跟上会期一样都称呼王金平为院长 对于自己因为那句已经准备好 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那一番话 蔡一化非得在进一场前说清楚不可 我的意思也很清楚的讲 就是不管立法院是否会因此而发生 院长的改选 或者是王院长能够继续来主持立法院 行政部门都必须做好准备 譬如像中秋节前有台风 可能会侵袭台湾 我的回答一样会是 不管台风会不会登陆台湾 我们行政部门一定会做好准备 那我想我的原意就是如此 我也并不希望被误解 澄清再澄清 这样一话口气平缓 来背群的官员则是很低调 只想说其实政治越混乱 我们越需要安心工作的官员 平常心 跟王金平一样平常心对不对 我不晓得 反正努力做事 面对尴尬的宫廷内斗 官员被贴标签 也不敢再多说了 各位朋友 江湾我做一个学者 朴树学者台湾 他今天来做一个行政院长 我给各位看 这张联合晚报 9月9号星期一 不是今年 是今年 没有几天正前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题 没王金平的立愿 江湾我引入 我们有准备 随着 这段话他说得出来 被媒体转章取义 之后还讲了非常多 包括行政院长已经不适合 王金平不适合当行政院长 他现在说是你媒体扭曲 江湾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完整说出那句话 对吧 但是为你说的话里面 你有这个意思吗 有啊 你里面就是有这个意思啊 你的意思 人家记者来问你 问你的用意 对吧 你回答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 因为王金平只有去职 跟留下来 就两个选择题嘛 对吧 哪有其他的那个选择题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现在在怪人们 问他端章取义 那我们也不要亚议 为什么呢 那法务部长曾永夫在去职的时候 那些事别的人直接说出来嘛 说他不愿意辞职 是你跟他讲说 政务官辞职就是政务官的责任 我叫你起立就是没什么好说 结果呢 江湾有说我没有逼退他 那难道曾永夫他是说谎吗 对吧 所以政底政治人物最主要的 最最了不起的 也必须要拥有的一个特质 就是担当 我们说谈话 我今天注意看这个 政务官辞职的态度 我感觉到很难过 那他刚才讲说 江湾或许认为说 我没有完整的说出那句话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好啊 那可以啊 很简单啊 你因为九月正正也好 因为你去找到红台北也好 不管啊 你因为这个九月九号 这个政务报导了 造成这么大的社会纷乱 那么你进到立法院里面 为了因为 你没有表达清楚的意思 或是遭人家误解 引起社会的纷纷扰扰 我在这里跟大家致个歉 说个对不起 会怎样 连这个也不能讲吗 这个不行不能讲 难道这个是最基本的 做人的道理嘛 因为我说的话 去跟我们端章起来说 我没说清楚 我给大家回一个实例 我告诉各位啦 民进党提出了四个要件 当然就贵了 他跟国民党死就不可能跟你拥了 但是 如果这样的话 愿意 第一个道歉低下头来 对吧 放下身段 我相信就有所谓 谈的契机了嘛 对吧 不早有这一步 大家来好想来发派派派 问题是 他连这一点他都不做 都不让 还有 他今天 站在里面再怎么样 人家说 作为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不管 王金平和马英雄 抬起来的 今天他还是一天的院长 你就应该基本的 结果在里面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做 你目中无人 你知道今天见识到了吧 走进来他可以眼睛 就看不见王金平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说三位 他用 我看全立法院今天走路 左最快就是他 你知道吗 他三位 我怕他拔倒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的行政院 我们的总统 是一个9.2 新9.2的共识 就是没人在支持他的人 然后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连我们的行政院长 也是表现在立法院进度 他的殿堂 表现出这样子 你能够怎么不叫说 全国老百姓为之心寒呢 是 我请告这个汉春兄 你跟王金平比较像 今天 江一华是没有立败 我们大家叫做 要先做一下 假如我们假设 江一华 跟王金平一样 不要做鞠个工 电阁和我打个招呼 王院长 可能给他洗脸吗 资伯兄 你说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而且是叫做 impossible hypothesis 不可能的假设 这事情绝对不发生 你说江一华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一个朋友做一个对联 说整个形容整件事情 我就讲的非常好 他说 一开始是 骂 口口骂 现在是口口骂骂 那时候你骂 每天在骂 每天在骂 要让王金平死的时候 你这样一话怎么也不出来澄清 你先拿报照看 9月9号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来澄清 你为什么报纸出来 你为什么9月10号 因为他们那时候认定 王金平我们死的 这个我们死的 他工程哪有要紧 他够两天他就好撐来 所以他没可能那准地澄清 他现在不是 现在是 大家在开始连骂 口口骂 马英 动不掉了 才开始澄清 今天你要看 江一华还是什么 还是那个态度 还是说 你 王金平 怎么坐不久了 高院 高院 搞不好碰来 你就要 你碰哪会撐来 顶多在骂两天 你看你多骂 你等到你看他碰 碰来 他 你看我们国民当然 你这看他 怎么好好收你 收你王金平 我认为 马英九的现在是等 高院的裁定 如果对他有利 下一波继续追杀 灭亡的这个 这个行动才开始 但是我觉得 王金平的位置 他自己是 他个人的权利 他自己觉得 我要同意 这个吴委员他说 这是国会尊严 你践踏国会尊严的事情 这个事情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江一话不道歉 你还在那里 架着这个马英九的胡家胡威 好 头头衰着说 好的立法院 好 真乔摆 真唱唱 走来走去 是 没关系 我认为民进党 改革 真的要去拼在那里 在野党 对 在野党要去拼在那里 是 为什么 如果这样 你去吞去 我跟你说 后面立法院 我认为这个骨牌就开始 一颗一颗倒了 是 我们澄清一点 家英话可能没有搞清楚 在野党不是要求你向 王金平道歉 是要求你向国会道歉 在这个上面 恐怕 你自己去拼在那里 我们这次先到这里 收拾一下 后面继续 谢谢 是怎么来看待这场风波 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报导 8点半假情动员时间还没到 穿着黑色衣服的绿营立委们 就涌入议场大厅 看起来就像黑潮来袭 进入议场之后 黑山军各个就定位 做好开战准备 绿立委们团结一致 士气高昂 不过放眼望去 怎么南营立委来得离离辣辣 座位空城一片 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吧 我们不是每天来这里打架 来这里比拳头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国卫殿堂 国民党团新任书记长林德福 低调回应 谁叫蓝军下达10点假期动员令 已经比民进党时间还要晚 党员却不团结 这个山山来迟 那个连迁道都没有 战利根绿营丝毫不能比 不过南营立委有话要说 两个人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找出一个他们两个可以接受 社会大众也可以接受的方法 我只能说他们两个都很惨 是两条菜瓜 我说他们两个都很逊 是C咖 如果解决不了 我看扁他们 我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办法 选党内的机制来解决的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最好都不要干了 两个都离开吧 我看了已经腻了你知道吗 社会大众已经腻了 这出戏是歹戏 歹戏就不要脱破 这个僵局应该会有解啦 这个怎么解我们不知道啦 我们这个 两个大人在吵架 小一直很辛苦的 这个东西 九月政争 国民党立委成了马总统和王金平的 夹心饼干 两面不是人 让立法院开议第一天 南营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各位朋友 立法院叫做立法 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很重要都他们在做 我请问一个法治时报的社长 黄月红 马英九是说大是大非 但是今天在男人的嘴巴里面变成 两个人大人的少量 结果立法院空转了一天 或者没有动作一天 你怎么来看 立法院他不是 他本身是立法的 结果并做好像两个大人 他说你怎么经痛过 南营为什么不站在 主持人我告诉你 我看马英九执政以来 他其实满脑筋都是权谋跟斗争 所以像碰到这种事情 他会先把权谋想好 权谋想好 他会先把剧本写好 今天我等一下告诉你说 他们灭亡计划 其实剧本是先写好 所以他们今天的剧本 是已经写好了 也包括今天将一话 怎么上去 或者怎么不上去 那将一话这个很好形容 将一话其实 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苹果有写一篇说 帮派兄弟看他们的斗争 说跟他们很像 那将一话这个 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先说 他们的剧本里面 其实你等着跟他看 明天的报纸 蓝颖的报纸一定是 立法院空转一天 罪魁是谁 对 他们要先 不是他就不告诉你 他就告诉你说 你看 这样子继续在恶斗 因为马英九一直希望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马英九一直希望说 蓝绿再继续恶斗 因为他是蓝绿恶斗的最大获利者 所以他觉得 这个气氛不可以降下来 就像以前警总只要被 想增加预算 就抓几个匪谍 然后办得很轰轰烈烈 然后预算就一直追上去 预算也包括给匪谍的 有些匪谍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自己炮制出来的 拿抓去行球 所以他们今天为什么 打死都不道歉 因为不道歉才能造成空转 造成空转才能扣帽子 所以马英九在这种斗争上 尤其媒体的操作技巧下 他是非常的细腻的 所以今天所有动作 就是为了锁定明天的头条好做 明天报纸头条好做 所以明天报纸头条一定是 立法院空转一天 但我们人民要开始学着说 原来宁可不道歉 也要立法院空转 关键是我们要懂得看破说 他是宁可不道歉 也要让他空转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来 我常常觉得说 有很多机会希望像 全国观众朋友说 阐述一些很重要的逻辑观念 像江仪华刚才举了个例子 很好笑 他说好像台风 我们也是要做准备 这个是很荒谬 因为立法院是监督行政院 你却对立法院说三道四 想要斗争人家的议长 但是你没有能力斗争台风 我没有听说过 我们气象局的预报员 在骂台风 你这没大事大便 我们9.2%的总统说捷运是谢洪池 所以这个是不能相提并论 就像总统府那个小强 他说我们没有侮辱王金平 是王院长侮辱司法 难道说王金平跟外国人打架 你就可以打王金平吗 这两者完全没有逻辑关系 所以在这些逻辑上 大家要懂得说 其实今天最关键的是 宁可空转也不道歉 那我再形容一下 为什么江一化今天这种态度 很简单 江一化在这个剧本里面 他是什么角色 他是打手角色 那你看那么多 港片里面的黑道兄弟 打手什么时候会道歉 当然是老大点头才会道歉 老大不点头 老大认错的时候 老大认错 好 道歉 所以你看那个打手 每次在旁边张牙舞爪 然后什么时候 气焰就马上消 老大认错 好吧 道歉一下 他就马上道歉 所以今天是老大还没点头 所以他一定是那个嘴脸 是 我想秉飞兄 你今天在现场 国民党 我刚才说 110岁国民党65岁 今天来多少人 很少 大概从头到尾 有看到国民党 大概十出头个 那在场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可以观察得到吗 站场的就是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而已 没有什么动作 所以他就是他们自己的人也不来 然后就是让国民党的山长到后面去跟人家协商 那协商的时候就坚不到歉 所以我个人才为刚刚研判说 其实今天这个场景是国民党可以营造的 如果他今天真的很希望这个 开始施政总执 开始施政报告 然后先进行总执询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他怎么可能 今天是立法院的开议日 怎么可能国民党的立委 进到立法院的议场的人数这么少 而且也没什么动作 也没有什么准备 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是都心里做 有这个默契就是今天是不打算开会的 所以说年华 所以我们可能错怪江与华 江与华进去挤一个栽培民 不看王金平不跟他打招呼 原来他不是要蔑视 不是要蔑视王金平 而是担心 唯一打招呼一点头 气氛和解了 今天会就开下去了 年华 叫这个逻辑 找不到借口 讲在那里 我实在很难想象 我们经常说 当家不闹事 这一波九月政争 其实我们看到 在闹事的都是当家的 现在反而是在野党提出一个方案说 好那你道歉 你就来施政报告 那我们大家的政务可以继续推动 结果他不是 我宁愿继续闹事 我就是不道歉 感觉 他们好像已经准备要过中秋节了 虽然说中秋是后来才开始休息 感觉上他们是今天就开始要休息了 难道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高等法院的裁定 王近平就一定会输吗 难道你真的这么有把握吗 我想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 没有一个人会有百分之百信心 可是我看国民党 这两天非常的笃定 然后马英九讲那个什么话 诉讼照打 政务照推 请问你今天这个样子怎么推 一个隔魁他连施政报告走上台 本来今天很多台湾人民是期待 看到江仪华跟王近平鞠躬 不好意思今天连这个机会就没有 因为他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你连施政报告都没办法进行 请务政务怎么照推呢 是 随着 照这样来说的时候 后面还有一个阴谋 就等这一两天 反正我会贏 没有错 所以今天包括王近平 他们这边的律师都做一个动作 希望高院能用公开抽签的方式 当然公开抽签 人家就有意见来说 你为什么要公开抽签 公开抽签是避免有无谓的困扰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他们这边也出招了 他们认为这样的动作 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庭的裁定 这样是使宪政陷入危机 所以他如果这么有把握 那你立法院里面跟法院是无关的 你立法院你怎么再继续走下去 而且你不能忘记 马英九口口声声说他的个性就是 等于说依法办理 他最守法不是这个样子吗 那既然法院好 不管你怎么宪政为止 结果抗告怎么好 至少现在 王近平是不是党员啊 是不是不分区啊 是不是院长啊 如果照例来说 马英九如果是一个依法办理的人 非常守法的人 那你就很简单嘛 一马归一马 我认为国民党我主席认为 认为那是一回事 可是在此之下 我就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嘛 可不是啊 你看今天僵怡化的态度 我说坦白啦 僵怡化的态度今天是被林洪池吓到啦 为什么 林洪池吴炳 吴炳队听说是吴委员的一张照片 对不对 不是他的照片 对不对 王近平缺咖 柯建平缺咖 没错嘛 林洪池 那那个报导讲说 报导讲说是马英九吧 那个等于说 曾永泉 曾永泉骂了一顿 曾永泉再去骂林洪池嘛 对不对 有趣的是说 他们都否认 可是只有发新闻稿说明的人 只有曾永泉的 没有林洪池耶 我听说 你现在看了 林洪池 他做板凳二分之一这样而已 就被骂的 臭骂一顿 这边最倒霉 各位朋友这边最倒霉是 是曾永泉 曾永泉说 马英九你们搞清楚 我不是曾永泉的弟弟啦 我是曾永泉啦 你不能绞曾永泉 绞到我曾永泉身上 好 咱们这段先到这里 COOQ节 我们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马英九总统 今天就召售明天的专访 他一直强掉 没有灭亡计划 只有什么 民变是非 大是大非 我们来看看 他在专访里面 到底是怎么说 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进展 因为说这个运作上有困难 就对王院长不满 还要消灭他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强调没有灭亡计划 马总统说了十次 法院做出这个假处分之后 我们的做法是 国阵照推 但是诉讼照打 因为是非不能 不有一个结果 假处分后 马总统少了杀器 多了尊王 对外接受媒体专访 对内向党工发文宣 马总统温情喊话 说自己的心情很沉重 曾经事先根本不知道 王院长要嫁女儿 不是个冷血的人 但面对大是大非 还是要向前走 马总统态度放软 该打温情牌 但另一方面 请辞总统府副秘书长的 心腹罗志强 却来硬的 在脸书发文 当我们闷不作声 甚至向他朝贡 原来停在暗示里的交易 现在将大摇大摆走在闹街上 这是在批挺王的立委 而这句 我才是立法的王 行政的王 现在是司法的王 这很明显 就是在炮打王金平 还说司法公正 是像空气一样重要的东西 一旦被抽走 社会只有窒息 显然对保住王金平 党籍的假处分也不以为然 你以为他放软了吗 他根本没有放软 如果放软 何必再提抗告 七月和尚 有一句话这样讲 民意如流水 如举足投水 举而附入 以非潜水 那个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水了 你原来的水已经流掉了 马总统 你的民意已经流掉了 马王一路缠斗 看似王金平站上风 可是缺乏党政资源 什么也运作不了 而马总统持续透过法律 紧咬软硬兼施 第二回合 谁胜谁负 还很难说 好 国民党的 董主席跟台湾的总统 马云九说 没有灭亡计划 我们现在有资深司法记者 法事实报的 下定王岳宏 有没有灭亡计划 是不是大是大非 请问 他说了就一定算吗 马云九大家如果对他记忆深刻一点的话 其实他以后可以知道说 马云九如果讲十次以上的就叫做谎言 因为他说 他不选台北市长说了两百八十多次 所以他台北市长是连任的 所以他说没有说了十次就表示算是有 那有没有灭亡计划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精准的灭亡计划 大家回想一下 这个灭亡计划的启动是在九月六号 九月六号是早上九点钟 特征组发新闻 简讯切勿错过 连发 重大司法封禁事件 然后这个新闻一发布以后 九点发布 十一点钟 曾永夫部长说他要出来面对这件事情 可是在十点钟 总统府就震惊与痛心 这个震惊与痛心 其实是他们已经沙盘推演好的 因为一个特征组 根本没有资格去调查 行政调查的单位 有九大违法的单位 所做的一个调查报告 总统府连看都不看 也都马上在一个小时内 马上震惊与痛心就出来了 接着 曾永夫十一点的新闻 发布完之后 就马上被江义化找去行政院 然后一天里面有找两次 其实更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 总统府的小强还打电话给曾永夫 小强不是蟑螂吗 罗志强应该可以叫小强 OK 好 那打给曾永夫 正是 这应该算是威嚇胁迫还是恐吓 告诉他 你不地辞成 不辞职 就是免职你 这个慢一点 当时卢志强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也算某种程度的发言人 对不对 他打电话给曾永夫 打到法务部去 跟曾永夫说 你不辞职就免职 对 用这个方式来恐吓曾永夫 那曾永夫知道说 那他一定要走 非走不可 那为什么要对曾永夫 用这么快的动作 十点钟 就是震惊与痛心 然后行政院长招两次 然后小强打电话 因为剧本 灭亡计划的剧本写好了 就是一定要牺牲一个部长 内阁的部长 内阁的部长 法务部长 因为他涉嫌官说 然后把这个议题丢出来 丢给社会大众说 我行政院已经处罚 展投了一个法务部长 为了思考政院 我们六亲不论 对 我们涉案的人 已经处罚到这个地步了 请问王金平 柯建民 你们两位如何自处 这个剧本是这样排的 那为什么说这个剧本 是精心写出来的 因为这个剧本 如果这样铺牌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灶门 如果王金平在国内 或是王金平的电话通连通得到 王金平第一时间站出来说 这真的是误会 我跟曾部长从头到尾没有讲到话 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 我完全 只要王金平第一个时间能够出面做澄清 就不能这样杀人 就不能这样砍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嫁不嫁女儿其实还是其次 是人不在国内 而且记者的电话通讯都不会到达 他是事先做好这个功课 所以才会非要曾永夫下台不可 因为必须拿曾永夫当祭品 才能够换马英九心中的两个重要敌人 一刀一次杀两个 那曾永夫当然就变得很无辜 所以曾永夫其实是王金平官缩案的第一个冤案 那你想想看 这不是又是跟洪仲秋很像吗 你为了达到报复 就根本不必顾虑任何程序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跟灭亡计划是紧紧相扣 开记者会骂人 紧盯考记会 为什么老百姓 老百姓不知道这么多内幕 但是老百姓都看得出来 这些伎俩是环环相扣 所以当以后看到马英九一样的话 讲十次就知道那是谎言 这个汉军教授 今天马英九去到方部的背景 是记者在问说 邮台在问说 9.2%民意 怎会跟你的生活差 你如果这么堅持你是对的 你不要考虑民意 他说民意当然我们会注意 可是是对的 他就要堅持到底 他现在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要达到他文宣的功能 我这样看 我今天看马英九在讲 有两句话 我是听到 所以假论顺 不含而立 叫做诉讼造打 国阵造推 我的感觉是什么 是 金平造打 监听造推 那没什么 那继续 刚才我们社长说是8月6号不是 9月6号不是 我们看整个事情 我有什么说是 他有监听造推 你看8月31号 黄世民一拿到 林修涛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公尺 还没有书面 所以拼去 拼命 拼命 拼去拼命 去报告 我请问 马英九那时候 有没有指示 你有没有指示 黄世民要做什么 是不是 照你说 你这个一个检察官 拿了一个非法监听的东西 来见总统 你根本就不应该见他的 你到底 你跟黄世民说什么 到了9月6号 那是整个都就好了 我们刚才说的 所有的打手都就好了 现在开始决定 不用拼一步一步来台王金平 那一边 我要说 那在8月31号到6月29号 监听之间这段时间 马英九 马正迎你们 你们做了什么事 你们有没有去 新台湾人基金会开会 我在这里 明讲出来 你们有没有一群人 去新台湾人基金会开会 在密谋这件事情 马英九的新台湾人基金会 对 我没有要求 哪个人还有新台湾人基金会 我说 这整个事情 我看到的时候 到现在没完 他们现在只是在关 高等法院这个风向而已 所以这类风向太重要 是 这类 年黄 看样子马英九现在策略 就是的确他讲 就是说 我现在反正法律的程序 我继续做 可是专访已经来了 前两天文信已经出来的 他似乎一再要透过这种 人家说是洗脑方式 官说是最大恶极 我是大是大非 然后进入司法程序 前面这一块 他为什么9.2% 前面那一块 跳得过去吗 当然跳不过去 我觉得现在 现在有一个氛围 这是从马英九 他开始发文宣 打电话给这个节目主持人 跟一些媒体的人之后 开始有一个氛围 就是 后面这部分 大家都不要讨论 我们现在要讨论什么 他们要讨论 有没有关说这件事 把重点 focus在关说上面 好 我同意要有大是大非 整个9月政争 我认为大是大非有几样 我从最不重要的 我认为最不重要开始讲 第一个 王金平跟柯建民 到底有没有涉嫌去 关说司法个案 这是我认为是最不重要的 第二个 特征组跟黄世民 有没有非法监听跟泄密 有没有违法侦查 用国家暴力侵害人权 第三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行政院长跟总统 到底有没有踩到 宪政的红线 你们有把手 穿在立法院里面吗 也就是所谓 有没有灭亡计划 如果这些大是大非 我认为这才叫真的大是大非 有没有关说这件事 这当然之后也是有查 对 可是同时在比较 这三件事放在一起比的时候 我认为有没有关说 是最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反而是 特征组跟宪法红线的问题 问题是 现在整个政府 完全不关心后面这个 大家认为是破坏体制的事情 他只去关心 最前面这件事情 可是你别忘了 后面这两件事情 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你想意图 用非法的手段 去处理前面 甚至用莫须有的事情 要栽账人家的时候 才会衍生后面这两件事情 所以要讨论可以 我们三个人 一起来讨论 什么叫做权力的傲慢 就是明明你错了 你还能够 凹得这么的正大光明 这就是权力的傲慢 我们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谢谢 针对家储分案 国民党律师团 周一向法院递状抗告 王津平的委任律师 周一早就来台北地院 紧急申请月券 希望知己知彼 寻求第二回胜利 早上紧急安排月券 那上午有完成了 全部券中的月览 那对于对方抗告里 我们可能要交 全部的律师团 以及研究团队演绎之后 再做处理 不仅如此 王津平律师团的动作平平 下午许英杰 又到台北地方法院 先是放弃紧急处置 遭驳回的抗告权 随即马不停蹄赶往 高等法院递状 那今天到高院这边来 最主要是希望说 高等法院在接受 台北地院理审的作业之后 能够依照过去重大案件 去办理公开抽签的程序 然后并通知 孙王当事人到场 希望比照 众所瞩目的重大案件 可以公开抽签分案程序 高等法院收到抗告卷宗之后 有三种可能 撤销原裁定发回北院跟裁 或者是驳回抗告 要不然就是由高院自围裁定 无论是驳回或者是自围裁定 两兆肯定有人继续抗告 最后进入最高院 同样的程序再循环一次 家属分案裁定 抗告又裁定 旷日费时 高等法院最快在周三上午分案审理 当然有可能当天做出裁定 大家中秋团圆放下去 但依法只要五个月内裁定即可 法官若认为有必要 还真的会传唤王金平 与国民党代表出庭辩论 各位朋友 我整整天我有说过 总统台人追杀到眼红 全国人民看到傻眼 虽然 我们现在如果跳出来看 总统总统总统 在告他们跟国会的议党 在打官司 第一条顺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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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什么世界 所以侯教授说 金频照打对吧 这个抗告就是金频照打 因爲抗告 各位我叫他过过70% 我过过人3 次 就把 Анxi打过 跟各位讲抗告很简单 我不服嘛 你打 capacity 材定贏 我不服 我就提出抗告 那么抗告由高等法院 他来裁定 他可以把他驳回 甚至谷民党没义 还是 unav発地 sequel 我經常說 第一院王金平贏 你再考慮考慮對不對 重新再裁 或是自為審判 自為審判是最不好的喔 但是順領那樣 這是 你自己的經驗這是法律嗎 沒有 但是 我問說一般社會觀眾沒有你那種知識 沒有 他怎麼來看這種 沒有 我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包括今天國民黨抗教的過程 強調一個人說這個會造成憲政危機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這是王金平的訴訟法律上保障他的權益嘛 所以這是一個手段 這個手段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把王金平幹掉 就是很簡單嘛 那王金平 雖然還好說 中華民國還有這個法律程序 靠著這個抗教 駁回也好 重新裁判也好 為教宴告最高 還要一段時間啦 這時間是法律保障王金平啦 當然啦 站在法律 法律在日常中 國民黨有時候的管理抗教沒錯啦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從這個抗教 然後再提出什麼 可能設計憲政危機 再從其他的部分 包括 王金平本來九月二九 不然他參加全代會嘛 包括 本來還在 你看 你看今天江儀化 對王金平的態度 你都看得出來了嘛 不管法律怎麼走啦 我就是不當你是國民黨的 勝功立法委員 立法院長 這樣就對了嘛 所以他們現在是鼓不理中 因為馬英九又要口口聲聲 說要尊重法律 依法處理 然後現在呢 是這時候 馬英九他心裡就連連說 我就是不想像你王金平這樣啦 所以要繼續的用法律的方式 來追殺王金平 謝謝 岳宏兄我發現 你不僅是一個資深司法記者 我覺得你很多地方是 接近哲學的法學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說 上輸上贏 我現在是說 第一場 王金平贏的時候 台灣社會是鬆了一口氣 現在馬英九堪口 這個口口丟起來 他讓社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焦慮不安 他喜歡 馬英九因為 他現在呢 不管是民生物價的飛帳 制度的改革 他通通沒有 所以他現在呢 製造大家不安 製造焦慮 然後他找機會 再把他跟藍綠二鬥做連結 那這個連結之後 他就覺得說 他這樣又可以過關了 但是這個事情的風暴 從開始到現在 我慢慢發現說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不是很有趣啦 很可悲的事情 台灣社會現在呢 有些人他的合法 非法權益的爭取 往往是必須靠關說 可是有些人的非法 剝奪他的權利 是用下命令的 我覺得台灣的法治走到今天 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對 我跟你說一下 就好像在國民黨考機會前 一個小時 可以開記者會說 一定要撤箱 這不是官說耶 這是下令 這是威嚇耶 律師 要從一個增加五個十個 都沒有錢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幹下去 你怎麼會發光 國民黨黨產這麼多 不要說請五個十個啦 如果有人願意讓他請 他請五百個五千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問題不在這邊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跳脫法律的角度 9.2%民意支持度的總統 第一審的賈主分輸了 還硬要去二搞六十幾%支持度的王進平 話說回來今天如果高院是判 馬英九贏 王進平贏 恐怕社會沒有動亂 萬一高院是撤銷地院的賈主分 結果是變成馬英九贏